清净心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受外面六成环境的干扰 清净心就得到了 你要知道 清净心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 得到不要欢喜 得到不要骄傲 人人都有 一骄傲 这一欢喜 你的三妹就失掉了 可惜 再来不容易 下那么大的功夫 这个是如何保持它 永远不要失掉它 那就是后头这句 忍力于成就 你要能忍 那决定没有傲慢心 决定没有嫉妒心 你真得到了 真得到的人 这个道就是三妹 就是智慧 三妹是得到的门禁 你进了门 智慧是登堂入室 你得到真实的利益 你得到真实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 就是智慧 果然能保持 果然能保持 若干十日之后 必然 必然 大吃大午 明心见心了 自信 更薄弱智慧 圆满现前 这叫成就啊 所以 不行是愿 要认真有 从离近赞叹 离近是入门的 头一趟苦 赞叹就是随习功德了 让他能够 对治自己的傲慢 对治自己的嫉妒 这两个烦恼 是许多初学菩萨 境界不能向上提升的 第一个因素 这不能不知道 念念相识 无有间断 这两句话 跟大师智菩萨所设定 都学六根 经念相机 是一个意思 后面是 生于一夜无有疲弱 三夜清静 无有疲弱是永蒙静静 我们现在 读得很多 这些句子非常熟悉 随时脱口 随时脱口而出 可是怎么样 没有得到真实受用 于是 对这个经教 深不及信心 你要问好不好 好 好在哪里 说不出来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不能说没有好处 好处太少了 多半人的身上 没看到好处 十月 没有疑狱 没有疑狱能做到 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知道了 想在这一身成就 那你就不能不认真 去探讨 去反省 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决定不在外面 都在自己 古人所说的 形犹不得 反求助己 你才能把病根找到 从根本上消除 问题就解决了 未经许可,行为好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